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翔衛 今天來教大家如何用webphone free開始進行錄音 我們上一部影片在教如何安裝 今天要教如何使用 那今天會講三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音訊的設置 輸入輸出的設置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的如何錄音以及開啟音軌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音訊的匯出啦 那所以我們在講這個三大部分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你在錄音之前需要什麼器材 第一個需要的就是麥克風了 第二個再來就是我的麥克風架 第三個麥克風線 第四個錄音介面 第五個就是你的電腦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你需要的開始錄音的設備 然後在我的說明欄下面有我的賣場 裡面有錄音專區大家可以進去參觀選購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錄音軟體的操作了 第一個部分我們看一下畫面 中間有一個就叫Audio Setting 這就叫我們的音訊設置 那音訊設置裡面會有它的音訊設置的形態 那我們這裡面點開來會看到那麼多種 大家可以直接選擇這個Low Latency Mode 那如果沒有的話記得就是每一個都點開來 然後點完之後呢去看下面的這個 這個Output和Input Output就是我們的輸出 那我現在輸出用的是Presonus的AudioBox USB96 這是我的錄音介面的名稱 所以你點它然後輸入端也是點它 也就是說你輸入輸出都是吃它 吃這一塊這個錄音介面這樣 那你可以點一個Test 然後這時候如果你戴上耳機 或是用你的監聽喇叭聽得到那個聲音 就代表它是正確的使用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Sample Rate 這是取樣率 目前我們都是用48kHz做錄音 Audio Buffer Size 我們這邊看一下它毫秒數就好 毫秒數是10毫秒以內 是比較推薦的 OK 這就是比較簡單的設置 那如果你在設置這個錄音介面的時候 記得要去看 如果有看到你自己的錄音介面的名稱就對了 點開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記得去網路上下載你的這個錄音介面的Driver 就是驅動程式 好所以不用害怕 莫及莫荒莫害怕 好那接下來左邊有一個New Project 就是我的開啟新專案 點開來 這時候你就隨便打個名字 例如叫做 Try new song 好然後接下來 這邊有一個Location 就是你儲存的位置 那我這邊就是放在我的文件 你可以設置你喜歡的位置 然後Create Project就是創建專案 然後點開來 這時候就有做一些畫面對不對 那這個畫面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左邊Search 右側這邊點個XX 然後就可以把左邊這個行列 就把它關掉 這樣看起來畫面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接下來這個Track1下面 這是不同的音軌 我的第一軌 下面有一個深灰色的 我點開來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音訊的輸入的部分 然後這時候我的Audio Box 的Input 1 就是第一孔 是我有插的 我就點他 那就看你這個麥克風是插在你的錄音介面的哪一個洞 那你一定會有Input 1或2 然後點Input 1是 有沒有 我看到我這邊的畫面 音訊有在正確的作動 這樣就是對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紅色的點點 然後點下去它變白色 就可以開始錄音了 這個叫做Record Enable 就是可以開始錄音 那不要錄就點一下就回掉就不用錄了 這紅色變反白 那就可以 好 那接下來在畫面的中間片下方 有一個這個Record 鍵 或是Record 鍵 就是錄音鍵 然後點下去它就會開始 就是錄音 所以它有可能會有節拍器 然後你自己再聽就知道 好 那點下去我們就可以隨便錄錄看 OK好 來按個空白鍵 就是錄完了 那接下來你可以往前面點下去 然後看剛才唱的多難聽 OK好 好這個蠻難聽的 好沒關係 重點不是啊 重點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可以做這個錄音的動作 好接下來就到了第三部分 就是我們的這個音訊的匯出 這時候左下角有一個往上丟上去的這個畫面 開啟我們的這個Menu 開啟菜單Menu 然後Undo下面 這個復原下面有一個File檔案 點下去 這時候上面有一個Export ExportRender to a File 這個叫做匯出 成一個檔案這樣 然後這個檔名可以自己改 然後這邊的這匯出格式 你可以選Wave或者是MP3 然後我選擇MP3 那一般來說大部分人會選Wave都可以的 然後這個取樣率這些 就這樣 然後右邊下面有一個Render 那這邊這個冒號 這個點點點點開來 還是一樣可以看你要存在哪裡 一樣Render點一下 就匯出了 就完成了 你就可以在你剛才自己設定的位置 去找到剛才這個音檔 然後你就可以去再加畫面什麼的這樣 好 然後你就可以上傳到你的YouTube 就這麼簡單 那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操作 最簡單的部分 這是我的入門片 那我今天使用的麥克風是 鐵三角的AT2020 那它有出USB版 我現在用的是XLR版 那它需要進入到我的錄音介面 然後麥克風線 那你就看它的頭好不好 那我用的是有Nutri頭的 然後這個麥克風架我用的是Tescom的TM-AM2 那Rode它也有出這種桌上型的 你可以選擇桌上型或是直立式的 然後錄音介面我今天用的是Presonus的 AudioBox USB-96 然後就接上筆電 好這就是我今天的這個部分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學到 可以正確的操作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有時間我會回覆大家 那記得我說明欄裡面有我的這個蝦皮賣場 大家可以進去在錄音專區選購你喜歡的這個器材 OK好 那有任何問題都有在下面留言 大家拜拜 我是展會 Bye Bye Bye